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心脏病发作被紧急送回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 消息透露薄熙来被重兵看守 他曾经求见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但是都被拒绝 分析指出胡温在十八大之前处理薄熙来的可能性很大 明记院刊报道 据支持人士透露薄熙来被撤职后一度被软禁在北京怀中某秘密据点 后来转到北戴河接受中纪委调查 大约在三个星期以前薄熙来突然心脏病发作 被当局紧急送回北京301医院入住高干病房 目前病情稳定 消息还说薄熙来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期间 他的住所由武警重兵看守 从内到外分为三层 但他本人在住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 他的亲属可以有限制的探视 薄熙来曾要求面线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周永康等人 但都被当局拒绝 而且见过薄熙来的人说薄熙来明显销售 近几个月来 关于薄熙来的各种传闻一直没有间断过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 不管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不想拖到下一届去 报道还指出 比起北京前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 薄熙来在中共高层关系更复杂深厚 如何处置他 对胡锦涛和未来的领导人习近平都是一个考验 对此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分析指称 这既可能是当局故意放风试水温 也不排除是博家和支持者所为 想影响当局的决定 此外 消息还说 中共当局很可能将王立军 谷开来 薄熙来分案处理 18大前 以叛国罪审判王立军 以刑事罪审判谷开来和张小军 或者明年三月两会开阔之后 才能确定薄熙来的罪名 我认为薄熙来这个案子 本来并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他报出了那么多罪行 那个符文他随便拿几条就可以治他的罪了 现在就要看这个胡锦涛 是否能够明智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既然已经爆料出薄熙来那么多罪行了 就应该依法处理才能负人心了 新唐电视长春 博尼采访报道